大家好 我今天是你們的 約會小夥伴 周旅樹 我最近一直被我朋友吐槽 說 他們只要聽完我說 大家好 我是周旅樹他們就關掉了 他們就把影片關掉 幹嘛這樣 你們知道這個影片就可以調倍數啊 你們就調 兩倍吧 或是1.75倍啊 我都調1.25倍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我自然講話的方式啊 如果我要背腳本 我覺得就很不自然 對不對 大家就喜歡看最真的我嗎 結果我跟他們出去吃飯的時候 他們一看到我就 自動自發的覺得 我周旅樹講話好慢喔 沒有好嗎 沒有好嗎 只有時候我講故事的時候就要想一想 好啦不囉嗦啦 你們 不看沒關係幫我留言好不好 好今天我就來講 有關我約會的時候 有發生一些 比較特別的小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 很多女生呢 就是 應該不會 跟男生討論 他們約會的時候 發生什麼奇怪事 尤其是前男友 跟我們不可能講吧 講的是準備 不是 準備被 準備吵架 對不對 那我今天不藏私 不藏私 直接跟你們說我約會的時候遇過什麼奇怪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呢 就是 地雷 這個故事我介紹今天 我有一次呢 就是在那個 約會軟體上 有match到一個 男生 很可愛的男生喔 然後 我們就約 約了去 喝咖啡 我覺得喝咖啡最安全的 就你喝咖啡的時候時間不會花很多嘛 又可以聊天 那如果你 真的覺得兩個人聊得還蠻來 蠻順眼的 就可以再繼續 約 喝咖啡玩的 去散個步啊 或在吃飯啊 或去看電影 這個約會就可以 繼續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我通常都會約 咖啡 約人多的地方 這樣子自己 也保護自己的安全嘛 好廢話不多說 這個地雷呢 地雷 蠻 就是 呃 我們 剛開始喝咖啡的時候就蠻高興的 聊很久 然後兩個人聊 感覺都聊得很來 然後感覺是個個性非常開朗 然後一直帶著微笑的一個陽光大男孩 然後 聊一聊就聊到比較深入的話 他就問說 那你心目中 就是 男朋友的樣子啊 或是 你比較不能接受 男朋友的解釋什麼 先從外貌說起好了 然後 我這個人 這麼冰雪聰明 對不對 我一定會講 他身上 沒有的東西啊 譬如說外貌嘛 那 我就說 我最喜歡別人就是一直 保持著笑容啊 像他就是一直笑嘛 他就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頭髮又很毛密啊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比較不能接受 頭髮很少 譬如說像禿頭啊 這樣 他臉就垮下來了 然後想說 我說錯什麼了嗎 他說禿頭什麼了嗎 我說 也不是不能接受 是 一剛開始 大家都是被外表所吸引嘛 那如果交往之後 他才變禿頭 當然我是完全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是 以第一眼 要被吸引的話 頭髮少 我就 比較難被吸引 只是這樣而已 然後 他就告訴我說 喔 他的頭髮是做的 就是 去執法的這樣子 因為他也是毛兔頭 他說他 好不容易下定決心 去做這個執法 然後花了很多錢 然後 所以我們 就是沒有原本 好 再來講第2個小路斯 第2個小路斯就是 封鎖 好 我之前呢也是 阿都是在網路上交友啦 就認識一個男性 他年紀比較長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很聊得來 我覺得他 跟我做相同的 類似工作 有關視覺設計相關的工作 然後我們就經常 聊有關工作啊 藝術啊 音樂啊 等等的話題 然後聊到最後呢 都沒有見面喔 聊到最後呢 也會講電話啊 然後講視訊電話啊 感覺都 都很棒 就是沒有差錯 都非常棒 然後我心裡面也是 對他有諸多的 幻想 就是啊 可能真的是 命中注定的 這個人了 這樣 而且 我們有多浪漫 你知道嗎 跟言情小說一樣 就是因為我們常聊音樂嘛 我們還有一個 共同的 Spotify的 那個 播放清單 就是每天呢 我會跳一首歌送給他 他也會跳一首歌送給我 我們就是共同編輯 這樣子 然後我們Spotify 播放的清單 就是 是 那個清單名字是 我們兩個的英文名字 合在一起 好閃喔 喔 重點來了 就是我們這樣聊過了三個月之後 我覺得他在我心目中的重量 已經變得 很重很重 很棒很棒 這樣子一定要見面不可 那個愛要滿出來了 然後於是我們就約了一天見面 然後 我們當時就是很想要買一雙 愛迪達的鞋子 就約好一起去逛街 然後去挑那個鞋子 還準備了小禮物給對方 然後 他一看到我 我一看到他就覺得 哇 很高興就給他一個 心裡還給擁抱 然後 我就說了一句 可能 很 不應該說的話 我就說 哇 你本人看起來比我想像的還 小隻一點點 我是不是很直的輩子喔 但是那天我們逛街逛得很開心耶 聊天啊 逛街 起碼五六個小時有 然後到了晚餐 時間 他就說 我就說我想吃拉麵 我就在吃拉麵 然後 他就說好啊 那就陪你去吃 然後到拉麵店發現他不點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不吃那你不餓嗎 他說 我餓啊 但是我不吃麵食 就是不吃膚質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 我就覺得我們已經很熟了嘛 我就說 你應該多吃一點啊 你那麼瘦 多吃一點嘛 這樣子 就是用這種口吻喔 好像又冒犯到他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因為他沒有告訴我 好 然後他就送我到那個 車站 然後 我就回家了嘛 我回家之後還傳訊息 告訴他說 欸我到家囉 今天開心 兩期待下次見面 結果你們知道嗎 他就把我封鎖了 他就這樣把我封鎖了 沒有任何的 沒有告訴我任何 為什麼 原因 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聊了三個月 我們彼此這麼的貼近 然後 見完一次面 就是因為我講的那些話嘛 要不要封鎖了 是不是我傷害到了 和他大男人的自尊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件事情在我心中 仍然是一個名 有啊 我好像有寫 因為 我們常常溝通工作上的事情 就是給彼此看別的作品嘛 所以我有 我Email問他說 我是不是做錯什麼事情 因為他LINE把我封鎖了 我說是我長得不夠好看嗎 還是 我做錯什麼 還是怎麼樣 他說 都不是那些原因 他就只是覺得我 不合 還說 就是因為 不是外在的原因 所以他很死亡 好難過喔 我一直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被封鎖了 我以前也長很封鎖了 我後來知道 這件事情真的很傷 再也不這麼做 好 好 這是第二個故事 第三個故事 也是很特別喔 就是 有朋友介紹給我一個客戶 然後那個客戶呢 沒想到竟然跟我年紀 好像想法 我們在聊LINE的時候 就覺得 好像 蠻 蠻合得來的 但是都沒有看過本人嘛 那個也沒有照片 你看 就是LINE的 大頭貼上面 我們也沒有放照片 然後 有一次 工作的事情聊一聊 他就說最近有一個 那種無光餐廳 無光餐廳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裡面就是你什麼都看不到 伸手不見 屋子的那種 然後你在裡面吃飯 然後服務生會就是 印刀你怎麼吃飯 都看不到彼此 進去的時候也看不到彼此喔 我們去無光餐廳吃飯好不好 沒有吃過 好啊 然後 就去了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 他已經在裡面了嘛 然後服務生就帶我進去 哇我真的是這樣 扶著這個服務生的背 這樣進去 什麼都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然後吃東西也是 他會告訴你現在上什麼菜 然後你要用手抓 這樣子吃 然後我聽他的聲音 我就覺得 他聲音好好聽喔 好迷人的一個 男性的 嗓音 應該是很不錯的男性吧 這樣子 然後我們吃飯的時候 因為要用手抓嘛 我們還試著就是 這個有點三清 就是這樣子 餵彼此 因為都看不到 所以你還要找他嘴巴的位置 然後餵他 然後他也要餵我 這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啦 然後那一餐呢 就吃很久 吃到最後呢 我們就只聊天吃東西嘛 吃到最後 然後服務生告訴我們說 他們要關 就是要休息囉 只像最後 是我們這一桌留下來而已 因為我也不知道別桌 我看不到別桌嘛 好像真的就沒有聲音 然後他就要帶我們出去 這樣子 然後他先帶男生出去 然後再帶我出去 然後我就問那個服務生說 那你們怎麼看到啊 他就說 因為他們有帶夜市金啊 我說那可以借我帶一下嗎 然後那個服務生就想說 好 反正也就是都沒有人了 就他說那你不能跟別人講 他是借我帶了一下 也沒有下文了 就是過了那麼一個煽情的晚餐時光之後 然後就拜拜了 這樣 好喔 再講第三個故事 哇今天要講好久了 因為我準備五個故事 如果你們想聽再敲碗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 聽聊天的人好像越來越少了 聽這個觀看數越來越少了 那想聽再告訴我喔 一定要告訴我 你們想聽什麼主題 好 不多說 直接講 我今天講話很快 因為就是被 被嫌棄 第四個小故事是 反差萌 OK 我之前約會了一個 帥的男性 超帥 有多帥呢 就是 電視上會看到的那種 明星等級的帥 身高 不高 身材 厲害 臉呢 model 一樣 這樣子 然後我們出去約會過幾次都 蠻不錯的 但是都沒有什麼進一步 就像朋友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呢 我們約會 到了一個 階段之後 就覺得 好像天時地利人和 差不多 像日劇一樣 應該可以 下一步了吧 下一步一定是 牽牽手啊 輕輕小嘴啊 這種的 對不對 那我這麼 就是 現代女性 主動對我來說 不是個問題嗎 所以呢 我就暗示了很多 就是碰碰她啊 牽牽她啊 這樣子 讓她知道 我們現在差不多要進一步囉 然後 在一個 燈光美氣氛家的 狀況之下 然後我就想要 差不多想要請她了 就越靠越近 越靠越近的 跟她講話 就說 然後還很輕聲心語的說 啊 那你覺得 我們 呃 然後這樣子 很靜很靜的靠近她 結果她做了一件事情 她就閉上眼睛 然後 然後 堵嘴 她就給我閉上眼睛堵嘴耶 然後我就 呃 我突然 輕鬆的那個 熊熊烈火 就被 被嬌熄了 因為我實在太想笑了 沒有 我就被嬌熄了 我想說 現在 然後她覺得我沒有動作 就說 嗯 怎麼了嗎 我就說 沒有我突然覺得有一點 就是 肚子餓 想吃東西 我們去買一個水果吃好不好 好喔 那你們也知道 這個就沒有下文囉 雖然說 她是一個好棒棒的男性 但是 我就不知道 她這個 滅火功夫 暫時 一流 一流 好 最後一個小故事 立刻 加怪速度講完 這小故事我也覺得 超讚讚的 就是我去日本呢 住 借住在朋友家 技術在朋友家的時候 也是有玩那個 Dating App 就是 約會軟件這樣子 然後認識一個 在上面認識一個 日本大叔 長得也是帥帥這樣子 然後聊天也OK 會講英文 你知道日本人很少會 就是英文講的 比較好 沒關係 好 然後她 她很少主動 會找我講話 會約我 但突然有一天她說 喔她舉辦了一個活動 然後 人數剛好不夠缺一個女生 她說什麼活動 我一定很怕被騙 然後她就說呢 這個 不要擔心 她會幫我附阻的 費用 只要我去就好 然後也不要擔心 現場所有人都會講英文 我絕對不會落單 然後她把壁紙啊 什麼都傳給我 讓我放心 放心 就是餐廳的名稱都有 就是一個居酒屋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跟我朋友住在一起嘛 然後她也會擔心我去陌生的地方 跟陌生的人減免 所以她是 先帶我去那個地方 確定是一個 合法正式的場合 我也知道我在哪裡 然後我也把我的GPS打開之後 然後 她就說她會在附近 這個女生朋友說 她都會在附近 有什麼事情 就是立刻告訴她 然後我就很放心的 進去了那個居酒屋了 然後 我想說 就是 這位男性 我就直接說她叫MASA好了 這位MASA先生呢 我就看到她就 哇 她真的是一個很帥的大叔 她就 很開心看到我 然後就帶我進去 然後就帶我舊座這樣子 那個舊座的場合是一個包廂 真的蠻奇怪的 呃 現場就是男男女女 大家都沒話做做好 我才發現 這是一個像親活動 它是那種日本的 就是婚活活動 然後就是 他們都會找年齡層相仿 男女生比例一樣 這樣子 然後在那邊吃東西 是要付費的 然後 我認識的那個MASA商 他是居酒屋店的老闆 也就是說這個活動是他辦的 剛好少了一名女性 然後他們的 社會地位啊 年齡層啊 跟這個教育程度 都是差不多 然後都有 旅遊的經歷 都會講英文 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 我很適合就把我拉進來 我就想說 他上約會軟體 該不會都是要找這些人 然後 去他的 店裡面消費吧 我 我 真的 不知道 不過呢 我 那天 玩得很開心 畢竟 到底 誰 有 這種 經歷可以去體驗這種 昏活的活動 我跟大家都玩得超開心的 然後合照聊天 合照聊天 不過你們也知道日本人 大家都說 下次去台灣一定找你啊 我們再約出來喝酒啊 什麼什麼 每個人都跟我合照 因為我是台灣人嘛 他們都日本人 然後隔天都沒有人跟我聯絡 之後也都沒有 加了FB也是 加辛酸的 好喔 然後居酒屋老闆 他也是 很給力的 就是 叫計程車 就是把我載回家 也把我付錢 不過後面 我們也都沒有什麼聯絡 我就這樣子 被利用了 就這樣 這就是我 呃 怪奇物語的 前 五部曲 前五個小故事 今天 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聽更多 或是其他主題 記得留言告訴我 一定要留言告訴我 好嗎 跟這個聊天越路越美動力 沒有啦 很喜歡跟大家聊天 OK 掰掰 我還是會剪片的 我有在剪片 我有在剪片 我在剪片 講話速度我有加快 有吧 有的話給我一個讚囉 好嗎 今天就先這樣囉 想聽更多 不 想聽更多 記得敲碗囉 掰掰 掰掰